听得见的是声,听不见的是音 宇宙没有秘密,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 大家好,我是杰克 那我们一起打开另外一个深层的耳朵 一起提升听的能力 声音可以疗愈身心 声音也可以让我们感官重新连接启动 声音也可以帮助我们启发潜藏的灵感 声音也可以帮助我们跨越高层的维度 让我们一起探索声音的力量 其实这次疫情对我也有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我在我生命中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对我整个的生活来讲也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从疫情刚开始到现在还一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我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自己也学习到非常多 我非常感谢这个变化对我生命中的提升 那不管这件事情是初期会有一些 冲击一定是让人家刚开始不是很舒服 因为每一个人就是在冲击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一些不习惯 那大家可能都可能比较习惯比较安稳 那冲击对我来讲我也觉得慢慢的 我也觉得我自己能够走过来 那谢谢Cloud House上面能够继续分享 那我且说我们现在有四五百人在这个 我每次大概到差不多十一点左右 大概都有四五百人会进来 那不容易啊 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觉得像我去年在线下讲课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台上 我们现在在这个Cloud House里面有很多都是我上过我线下课程的 就是去年我10月31号在这个线下课程里面 我把音声疗愈掉20一讲 最后一讲叫我那时候取的名叫大圆满 大圆满学那个教室不大 教室其实一般来讲规划 做满应该是差不多三十个左右吧 就是那个教室没有很小 没有很大了 就在我工作室前面 那就大圆满那天 竟然有六十个人进来听 六十个人进来听 所以根本就挤得水泄不通 有些人都还坐到讲台的侧边 甚至到讲台的后面去了 那我们再放一些音乐音乐的时候 对方也不太好意思 然后我那时候是礼拜三礼拜天 那时候我一个礼拜讲了两个同样的主题 那两个 那一礼拜三礼拜六 都是将近六十个人 那时候我觉得已经很惊人了 那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 但是很多人都愿意不同不同的地方来 我还记得有人从台中 做排斥上来听我的课 也非常非常感动 那可是现在看Cloud House 我觉得更感动了 就是 你知道以前我讲到 去年我讲到六十几个人的时候 我都觉得已经很惊人了 那现在在Cloud House 我每个礼拜三礼拜天晚上 都有将近四五百个人来听 天哪四五百个人 如果我们在线下办 在什么样的会议厅 台大的那个 台大的那个 在那个螺丝服务上的会议厅 搞不好都还坐不下 那而且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礼拜天 都上课 那如果这样的话 第一个场地费要多少钱 那第二个我要请多少人 一起来帮忙维护这个场地 就是招待啊 我们能够留在Cloud House里面 让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房间 那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投入 我相信我今天不可能在Cloud House里面 每个礼拜三礼拜天 都有那么多人 从全世界的华人 能够跨时空跨时区 那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探索生意的力量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 就是我自己也能够走上来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探索生意三十多年 从来没有想干什么 也从来也没有想要分享 也从来也没有要干嘛 那从三年多以前到现在 我一直觉得说 有可能会有人想听吗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人相信我吗 因为我讲的东西 在科学上 比较难以有人可以认证 你知道吧 就是一般讲科学都 我们一般都相信科学 就是这样 就包括现在的疫苗也是 就是相信科学 那相信科学没有什么不好 但科学毕竟还是它的局限性 就是很多东西 所以科学没有办法跟上来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还是感谢 Cloud House里面 这些所有的科技也好 还有大家的支持 最重要是大家的支持 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 不管怎么样 我大概会解释一下 我们这个房间里面 大概在做什么 那老朋友呢 也非常谢谢你的耐心 有时候听我讲 重复的事情 我自己有时候 觉得我自己很厉害 就是说 重复的时间 我竟然有这个热忱和耐心 也一直继续不断地讲 好 那我是杰克 我研究生意三十多年 朋友都说 我是研究生意的疯子 一辈子不计代价的探索生意 我会做一些乐器 小提琴跟中国的古琴 中国的古琴 大家不是很熟悉 我一直希望能够安排一个 介绍中国古琴的机会 中国古琴 我认为 在这个皇帝内经讲的工商学之余 这个五音 中国的古琴 我觉得当之无愧 因为我自己会做这个乐器 所以我知道中国古琴 它的神妙之处 那中国的古琴 我为什么学去制作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看这么冷门的一个乐器 在中国所有乐器里面 琴棋书画 古琴是 就是琴 这个琴就是中国的古琴 中国古琴声音小到你无法想象 就是现代人 没有办法去 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那种 重乐乐的乐器 就有吹起来 哇 所有人都振奋起来 来一个琵琶 对不对 那个叫做 叫什么 我都忘了 什么石面埋伏 对不对 响响响响响下去 哇 所有人都精神振奋 那古琴的声音这么小声 可能你要是在那种 古琴根本就不是在演奏听演奏的 对不对 都是你国亚书期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吗 这个知音难寻 这基本上就是个独乐乐的乐器 了不起自己弹一弹 那一两个朋友听一听 以前叫雅吉 我还不知道这个名字 那我们老师那时候办雅吉的时候 我说这个名字也取得太屌了吧 就是雅吉 就是大家可以带自己的琴来 然后大家互相交流 谈谈琴 那你看看大陆那管平湖谈的 大家不知道管平湖谁了 就是当年那个把人类的文明 放在这个 包括不同的音乐 语言 寄到外太空去的 中国唯一的代表就是管平湖谈的 这个应该是流水吧 我讲错了不要怪我 就是管平湖谈的这个 这个顾琴 所以你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 那在因生疗愈上来讲 以古人来讲 其实就是用弹鼓琴来治病的 所以以前人的维度够高的时候 这里面最重要是那个弹琴的人 各位不光是那个琴 最重要是那个弹琴的人 然后他的维度够高的话 弹出来琴非常惊人 而且他一般来讲 他不是太有太强烈的这种melody 一般来讲 与疗愈的东西 其实melody性都不是太强 那待会有机会给大家解释 那我也个人有些音响优化的技术 可以让声音 可以达到这种疗愈等级的声音 还有生产改善空间的一些 关键技术 那是我从来没有实践过 我在我自己的小场域里没有实践过 但是在大场域里从来没有实践过 所以我是一个很奇妙的人 就是有些东西我知道 但是我没做过 但是我知道怎么做 这个完全不合逻辑 我从出来分享声音到现在都是这样 包括我跟大家谈的生能生命科学 也是一样 就是在我这边的逻辑是倒过来的 就是我最没有资格 最没有能力 最没有背景 然后跟大家谈一个 全世界人都无解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信我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讲我的观点和答案 就像2018年我在国际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讲医生共振 这个启动自愈 那讲一个全世界最困难的疾病 我到现在我还觉得 我什么时候真的可以 在阿斯汗末症 帕子经恩施症 那在用音乐疗愈这个方式 可以真正帮助到这些人 我知道有一天会打倒 那一天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我活着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在2018年就已经讲完了 那整套系统 应该我现在还在完善中 但整个架构 我在2018年 我在台上 台北国际会中心的 电子生物医学论坛 那一天 其实我已经把所有事情讲完了 只是我现在 陆陆续续在实现一些 把这些拼图 把它拼起来而已 当年所有的架构 都已经完成了 那回头来 就是我一辈子 在探索声音的过程 就觉得 我自己也在探索我自己 那今天讲的主题 就是人类与地球的共振波动 道德与舒满 那我会谈一些 你们没有听过的东西 那我今天会把这个时间上 也做点调整 那今天是我 第28堂课 在Cloud House开房间 28堂 My goodness 各位你应该给我加加油 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吧 你一个人要在Cloud House里面 一个人讲28堂课 真的是不容易 我个人 那各位如果 还不 第一次来的朋友 你不知道我这个月讲什么的话 就麻烦你点到我的Bio 我每个礼拜 礼拜三礼拜天 我讲的内容都取来上面 那我每个礼拜 每个月的月底 我都会把下个月所有的课程 在做upgrade 那你不知道我过去上过什么 也没关系 你就看我的Club 生意的力量 这个Club里面 它的下面的Bio里面 也会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 这个不是Club 就是这个Description 就是它的这个介绍 那你会看到 我过去从4月 5月 6月 所开的所有课程 那名称都在上面 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我这个房间呢 4400个人的Club 应该是 如果你在Cloud House 里面查声音的声 这个字 你去Club查 我是排名第一的 那这个房间 就是谢谢大家 一直不断地 给我们在这边支持吧 也介绍非常多的朋友 来听 你们是聪明的 因为这些东西 真的是 我个人都觉得 蛮值得听的 那也谢谢大家 能够关注我 还关注这个Club 那如果大家对我们 这个我讲的内容有兴趣 可以关注生活美学 生意的声音的Facebook 那在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也突破1600人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 推荐中的推荐 那我先回答一个 大家 今天我早上 有跟大家 发了一个 我在LINE的官方账号 给这个1055个朋友 我发了一个 五分钟的语音 那有些朋友 不习惯听语音 没有关系 你不要听没有关系 就是有些人真的 每个人的这个长相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听声音 有些人喜欢看文字 有些人喜欢看影像 那都可以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是讲话 你叫我打字 我真的是很辛苦 那你叫我这个 做这个影像 我不太会做 那所以我就 讲我最擅长的 所以我就 用流话的方式 跟大家说吧 那今天早 今天留言的话 得到很多鼓励 我讲的主题是什么的 因为 我有个很好的 这个线下帮我上 是我学研了 就是上课 他最近看到我 就是说上礼拜也好 因为连续三次吧 就上礼拜 我有三次在Cloud House 里面 有两次是到别人的房间里面去 然后礼拜天的时候 我那时候 就是因为在别人的房间 比较放松 所以我就讲的一些 比较 怎么讲 他们叫做不雅的话 其实就是脏话 就是什么他妈的 干 Fuck Fucker 或什么东西 就是这样 那他听了就觉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讲说 杰克老师 你们讲这个 因为他 我在线下课程的时候 偶尔会讲 也不是所有课程都说 其实我不是常讲 当然有时候会讲 我什么时候不会讲 大概在1990年到1996年之间 我几乎那段时间 几乎都没有 就是克制自己 绝对不会讲脏话 你不会听到我从嘴巴里面讲脏话 从此之后呢 1996年之后 大概 大概常常说了 但也不是常常说了 跟馆长不一样 馆长满口脏话 对不对 可是他的吸引他的人还是很多 还是很愿意听他讲 为什么 大家不是在听他讲脏话 大家在讲他后面的真话 对不对 所以一样 那我就跟大家聊聊说 我对于这个 对不对 因为他听完我的讲的时候 他觉得 因为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他就觉得说 这些语气的能量 不是太舒服 那充满了一些情绪 那他就觉得 好像受点影响 因为他现在应该也在台下了 他也受点影响 那改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说 反正还是照他 我教他功法练 练完以后 他就开始练我的一些 情绪转号的功法 然后开始入境 入境完一段时间 突然间跑出来 几个字 在他的意念里面 那几个字叫做 他写给我的 就是说 你入戏了 然后他自己有个绝肠 然后就把那种感觉 写给我 就是说 原来文字 或者语言 其实是中性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认知 会有一些判读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这样从听到我讲 这些不雅的话 到后来他自己明白这件事情 然后跟我分享 跟我感谢 那我从这个过程里面 我最感动的是 我从他这个整个的变化里面 我清楚地感受到 他维度的变化 所以当然后来 我也恭喜他了 同时我也跟他讲说 其实为什么在Cloud House 有时候 其实我不是一个 爱讲脏话的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 他妈的怎样怎样怎样 或者怎样怎样 其实有时候我是故意的 你知道吧 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里面 我自己的 我的爱情啊 我的家庭啊 我自己 反正我是一个 怎么讲 我是一个背叛家庭的人嘛 因为我偷吃嘛 然后那个 被抓到嘛 然后 然后 然后就很惨了 这个上礼拜 我在其他房间有讲过了 那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那时候就很惨 很惨到的 重判清理 那在那时候 我就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这件事情 所以我 我以前是一个 好先生 好爸爸 然后甚至是一个 好男人吧 也是一个好儿子 那从那个时候 从天堂掉到地狱之后 我就不希望再做一个 好像他们认为我是一个 所谓的温良公典让的人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 我会不会做这些 不雅的事情 其实我不需要 让人家讲 但是我就 我的表达方式 就比较随性了 就是像上次我讲过嘛 以前人不敢讲性的事情 我就讲啊 对不对 而且我讲得很自然 我到底要不要乱交女朋友啊 或者跟别人乱搞哪里关系啊 其实是我自己的事 但是他们觉得我 好像都是这种人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他们都觉得我是这种人 就是啊 肯杰克就是这种 那么大的痞子 讲话都是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 我给人家感觉就是个痞子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如果90分的时候 你突然之间 从中在90分 就像一个小孩嘛 一个小孩常常考90分 如果他一天考到80分的时候 或是他以前每次都100分好了 他突然考到90分的时候 你觉得说 你怎么这次考到变90分了 对不对 你不是本来考100分了吗 对不对 下次加油一点 可是我一个小孩平常都考40分 突然哪一天考70分的时候 你都给他鼓励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干嘛每次都要考100分啊 为什么要95分啊 对不对 我突然之间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被人家downgrade以后 哇 真的是翻不了身了 你知道吧 所以干脆我就自己 先做40分嘛 对不对 我自己是不是40分 我知道 对不对 可是哪一天我突然 怎么样的时候 人家对我不一样 你知道吧 所以那时候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讲话也好 我的心态也好 就很自由 但到底我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个痞子 我根本就不用证明给你看 我是不是个痞子 那是一块30年前的事情 不是20年前 没那么久 20几年前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开始就做我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以前后来演讲的时候 heb yourself is guardian part 我上次跟你讲 我上次跟他们讲 我在花旗年号演讲的时候 就是这样 真的做你自己 他妈那超难的 你知道吧 真的很难 为什么 因为别人都是 因为主流对安全 你做一个主流认可的人 对不对 就是主流是什么 主流就是温良公解让 对不对 那绝对没有错 所以我在这个 刚才回到讯息里面 我就跟他讲说 一般这个社会上 所谓有智慧的老师 我不讲我了 就是大家有标签 你知道我意思是吧 就是所谓那种身心灵的好老师 你知道吧 就是要很公义 不能太公立 你知道吧 要耐心 要温柔 要有那种慈悲 要那种举止优雅 讲话不能口出而言之类的 你知道吧 那我不是说这些老师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些老师也很好 他们能做到这种修为也很好 可是对我来讲 有时候我想这样 有时候我不想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这跟我教情绪转化的事情有关 就上次我在某一个房间里面讲到 就戒烟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第一次来听这个房间 没听懂我讲什么 没关系 反正我的课 我会有机会重复讲 你听得懂没关系 听不懂也没关系 就是我想戒烟 一般戒烟的方式 就是用压制自己的 就是我不可以抽烟 抽烟是万恶的 或是说你想戒掉那种性成瘾 很多男人或女人 喜欢跟不同的人找男女朋友 以前比较不敢讲 现在的网络社会 那到处都是 而且现在的视频也超泛滥的 网络交友有一堆 那有些人都觉得说 就做这件事情 我想改变这件事情 不管是性成瘾 或抽烟 或是哪一个瘾头 以前的方法都是告诉我 自己这是不对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方法好吗 用那种传统那种戒的方法好吗 我没有评论 因为很多戒毒所 戒心理医师 很多都是用这种方式去练习 可是我教的方法不是这样 我教的方法是要 就像我在每个礼拜天 讲的这个情绪转化课程里面 你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把你的觉察力拉起来 你情绪的波动 不再是你的困扰 所以西方的药里面 来控制情绪里面 大部分都是让你的情绪的波动减少 减少 可是它没有提升你的觉察力 有没有用 如果你失去药物的控制的时候 对不对 你的情绪在波动起来 你觉察力没有上来 你一样被情绪淹没了 所以没有用的 除非你一辈子吃药 一辈子吃药就是你常常 晃晃乎乎的 没有精神 没有办法focus 跟人家沟通都很困难 甚至还有一些副作用 对不对 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根本解决问题 我不知道 对我来讲绝对不是 那好了 换一个方法讲 就是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讲是传统的 那种情绪管理方法 大部分都是说 好像用 我不讲哪个门派了 就是用这种方法 告诉你说 转化 就是它告诉你方法 就是说 他们也叫觉察 觉察以后 把它转成另外方法 就是说 你把它从不好 转成好 懂我意思吗 就是从不好 把它转成好 这一般我们传统的 这种 焦能量 这个改变的方法 控制的转化方法 是这样 那西方医学是从 这个 它原来的波动 药学 把它波动 把它降下来 那不好转成好 或者把它波动降 对我来讲 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一个是用药的方式 一个用一种 不好转成好的方式 对我来讲 我认为这个 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好 还是在一个状态 最终的解决方案 是真的 我觉得是我讲课的内容 但是不见得会有人相信我 真正解决 这个抑郁症 忧郁症的方式 是把维度拉上来 就是把你的觉察力 拉上来 透过练习 把你觉察力拉上来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所有问题解决之道 由于在人类的情绪 这个环节里面 是你的维度 是你对于 自己的觉察能力 就是我教各位的方法 就是希望你的觉察能力 拉起来 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 就跟大家讲说 我不是要成为一个 大家认为 所谓的身心灵的好老师 我也不是什么老师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 我人生的经验 用一种 我想要跟大家表达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我也算是有系统 那跟大家讲 那你们没有看过那种人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有些人是满口的脏话 你知道吧 你知道他内心是多好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这种人 就是他一开口 就是他妈的 干你娘 就是这种脏话 你知道吧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我讲另外一个 我讲一个极端例子好了 找一个满口脏话 你这么好的人 这个不好找 可是有一种人 我觉得蛮好找的 我讲这个例子 不是在骂内地 就是我刚好在内地 碰到这样一个人 我刚开始在 发展这个 讲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在内地待了一段时间 在北京 我有一个合作伙伴 是内地人 那 我跟他合作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吗 他在台上讲 这个中国人的日课 就每一天做什么事情 大家都跟琴棋书画讲关的 这香道啊 茶道啊 琴道啊 然后我记得他在招生的时候 跟这些所有的朋友讲 因为我是在那边当顾问 然后他就 他在讲 我记得在北京的一个小院子里面 那六环外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上完一天课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 因为我是顾问嘛 所以我从头到尾 他们所有的project 我都参与 他在讲的时候 天呐 他从晚上八点钟讲到九点钟 讲到他讲什么 像王阳明的格物自知 跟中国人生活每天日课的关系 平常要让我能够讲到 流眼泪的不多 你知道意思吗 哇 他讲得真好 你知道吧 就是他的引经据点 还有讲那个意境 还有他的口气 还有他的说法 真的让我非常的佩服 你知道吧 我讲到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然后我跟他相处了将近三个多月 天呐 他根本是一个理外不一的骗子 我可以跟各位这样讲 你知道吗 就是满口的人意道德 你知道吗 真的是个大骗子 你知道吗 真的是大骗子 他就是在要求员工的时候 要爱客户 他一点都不爱员工 你知道吗 就是他觉得客户是很重要 所以要爱客户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怎么样 做什么事情 可是因为我在公司内部 我看到他对员工的态度 我觉得他真的超扯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那个言行不一的程度 真的是让我觉得 哇靠有这种人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 他是不是有精神分裂 还是我看起来都会分裂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真的没法跟他继续合作 可是在中国 我看到这样的人也有一些 当然全世界都有痞子 有坏人 你知道吗 只是人数多少 台湾也有这种人 也不是说台湾有多好 只是我们没遇到而已 我讲这个例子 跟他讲说 有些人满口脏话 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有些人满口仁义道德 不代表他是个好人 好人跟坏人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你要超越好与坏 然后你会知道怎么样 透过你的觉察力 然后让你自己看到生命的力量 所以谢谢大家鼓励 有些人说 杰克老师 自然表达 我说 这个是自然表达的脏话 有些人说 音声赶走负能量 那都很好 非常谢谢大家的鼓励 有些朋友 所以跟大家讲 我不是一个温良公敬让的老师 我会讲脏话 我也会骂人 我也会 但是我很清楚 说真的 我在骂脏话的时候 我很清楚 我在骂脏话 你知道我意思吗 下次我跟大家讲 礼拜天的课程 会教大家一些事情 如果有些事情 你控制 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 但是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跟你完全不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 那根本就两码的事情 因为有时候 你一般 你有一些习气 或者习性 你一时之间真的改变不了 但是你的觉察 你有到的时候 其实就是 Let这个情绪 go 可是这个东西 有一天你会知道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会影响你 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那慢慢 我们慢慢去体会这件事情 可能听得懂 听不懂没关系 这我跟大家慢慢分享 那上次有讲过 这高维度的人生 是穿越后时空的工具 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教 要在教堂里面唱歌 为什么佛教 有很多的这种咒语 或者说道家里面 有很多的仪式 或者萨满 对于这个空中 就是对于他们的 所景仰的一些能量 做一些交流 都是靠声音 包括原住民也是 就是靠声音 跟祖林当面的沟通 都是靠声音 那声音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说 高维度的人生 基本上都是上扬 而且敞开的 很自由的流动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我 选很多的这个音乐 给大家听 就是我的感知 觉得这些声音 是比较流动的 比较能够带给大家 对于一种能量敞开的感觉 让你自己可以得到一点进化 那上次呢 有跟大家介绍 几个曲子 那个曲子 我觉得有些人 应该可以在我 Facebook里面 可以听得到 那这个曲子就叫Rambo 所以今天有一个 Klaus 也叫Rambo 我简单放前面那一段 给大家听一下 他在讲气音的部分 那我喝口水 好 谢谢 这个歌手叫Casey 好 那我不好意思 你们如果对 第一次来这个房间 有兴趣 请加入我 生活美学的脸书 点我的Bio 那个声音的声 那我的现在头像 已经换成我的这个 LINE的官方账号的QR Code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它截图下来 然后你可以加入之后呢 你就可以 有几个好处呢 跟大家讲一下 可以直接跟我联系 你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直接问我 那节目上的反块 还有如果说 你有些合作交流 今天有一个朋友 他想要跟我合作 一些线下的活动 那如果疫情 稍微OK的话 看看能不能帮助你 一些什么 有空可以到工作室 来跟我聊聊 那我会不定时的 分享一些语音的 一些理解 包括今天早上 我跟大家分享 那以后如果我上 这个线上的课程的话 包括我的活动说明 或者是说报名方式 那你一定要透过 这个LINE的官方账号 你才有办法 来询问我们的小编 我们小编会把 这个课程的说明 我最近一直要 想要拍一个视频 但是外面一直下雨 我想再拍室外的 跟大家讲讲 我这个线上课程 看有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海报 已经做好了 那有一些 这个课程说明 也做好了 那包括 还有这一点点 细节在完善当中 那7月14号 跟大家讲 那你一定要透过 这个LINE的官方账号 才有办法 得到我们的课程资讯 和报名表 那包括以后的 有些东西 都是扣过来 官方账号 跟大家互动 那现在来讲 我现在先发三个声音 跟大家一起共振一下 那如果第一次来的朋友呢 因为我觉得 我每次讲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体会一下 因为我这个不是 知识累积课程 有些东西 你就算知道速慢播 那要怎样 可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你能够自己发一些声 去感受一下 你自己的身体共振 然后自己可以练习的话 而且你可以听我声音的共振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你慢慢可以去体会 声音共振的美好 跟你自己的关联 我觉得这才是 我在Cloud House里面 跟大家分享重要的目的 所以待会呢 我会发 第一次来的朋友 或是说你没有发过声的朋友 就是我用三个声音 用这个声音 来共振我的腹腔往下走 各位声音的低频 是要往下走的 如果对这个不理解的话 可以去买我的书 叫声音的力量 就是跟这个club 跟我这个club的名字同名 或是我声音的力量 有个线上课程 是编入文化 花了两年的时间帮我做的 六个半小时的视频 拍得非常好 那个背景就是我的工作室 那各位你可以去看 那个书里面 我讲高音 就是怎么样去评断 声音的六个标准 高音 中音 低音 平衡共鸣特色 我每个东西有说明 包括还是 怎么样好声音的五个关键 是什么原因 我书里面都有写 那也蛮有趣的 值得大家去 先做一个fundamental的了解 那回过头来 这个声音是腹腔共振 我们用呜呜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大的枪 是胸腔 胸腔用呜呜 这个声音 另外一个小的枪 就是颅腔 就是你的头 用嘴巴闭起来 声音往上 那嘴巴闭起来的时候 各位你的嗯的时候 嗯 记得那蛇要抵上二 啊 嗯 嗯 就蛇 声音上扬 所以中频呢 是解析跟形体 所以你中频 声音要往前 你知道吧 中频的声音要往前 这个啊的声音 第一频要往下 嗯的声音要往上 用意念稍微带一下 没关系 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松 你要听你自己声音 有没有松度 不是要大声 不是要用力 各位 有疗愈的声音 不见得是大声的 是要让这个声音 能够松开来 松开来 那你会体会到 我已经太多了 我在耐的朋友里面 太多一些神奇的故事 我就不讲了 就是他们自己 回去练习的时候 他们耐给我 很多的反馈 那他们现在都很认真练习 非常非常好 那我现在就啊三声 呜呜三声 嗯三声 如果你家里有条件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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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幫助你的念頭更放鬆 這很奇怪 聲跟音有一個很奇妙的連結 就是你的音 你的覺察力 在覺察你自己外面 自己發聲的時候 然後你內在的音 聽聲有沒有鬆 會幫那個音鬆掉 很奇妙 再講一遍 你內在音 你知道吧 內在的音 最高維度的翻音 就是你的覺察力 在我的課程裡面講過 所以你靜靜的覺察 你自己的聲 聽得到那個聲 覺察 聽那個聲音有沒有放鬆 隨著那個聲音放鬆的過程 你內在念頭會 音 內在的念頭也會放鬆下來 好 那我三聲阿 三聲嗚 三聲嗯 結束之後呢 嗚一晚 最後那個聲沒了 可是你從而到尾都在覺察你的聲對不對 你也有耳朵在聽那個 耳朵一直在聽你的聲音嘛對不對 聽那個三聲阿 三聲嗚 三聲嗯 嗯 結束完以後幹嘛 因為你眼睛都閉著嘛 幹嘛 聲沒了 因為最後一聲 嗯 沒了 然後停下來 嗯沒了 只剩下什麼 只剩下那個覺察 你就留在那個覺察裡面 我們留在那個覺察一分鐘好不好 大家試試看 來我們一起三聲阿 三聲嗚 三聲嗯 然後停一分鐘 我帶著大家 謝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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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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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